花镜不曾圆客扫 同门金矢未君开 若说东华帝君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那对于人的定义就相当狭窄了 东华帝君的两副面孔的表露只有两种情况 面对凤九时和不面对凤九时 比如此时此刻 东华帝君的瞬间变脸不仅让众位尊神感受到不可思议 就连东华帝君的小狐狸凤九也在内心深深叹服 自己的夫君果然是各方面都极为出众 凤九有这样的想法应该也不奇怪 凡间常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凤九如今对于东华帝君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如此 转换自如还依然觉得是东华帝君的优秀导致的 这完全就是出于凤九对东华帝君深深的爱意使然 但即便如此 凤九依然没有准备就这么轻易地让这件事情过去 上次连送提到试药的时候 自己曾经问过东华帝君 但因当时帝君傻赖吃醋 因此猛哄过关 这一次当着众位尊神 凤九还是很想知道东华帝君此次又有什么新鲜的说法 于是 面对着东华帝君一脸的温柔和些许的撒娇还略带一丝谄媚的脸 凤九定了定心神 毕竟东华帝君如此好看的脸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凤九 凤九还是有些吃不消的 因此需要自己在心中定定神才能说出接下来的话 凤九头稍稍一歪 眉毛轻轻一挑 说道 这周里不会又有神会让人失去记忆的药吧 凤九这只小狐狸果真被青秋的上神们宠坏了 如此当面让东华帝君下不来台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座的众位尊神在听到凤九这句话时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尽相同 哲言微微一愣 随即转头看了看白珍 白珍呢则是一脸淡定悠闲地在品着才煮好的早茶 哲言眼珠一转也端切了白珍菜为他蒸好的茶 哲言明白 白珍这服姿态表面上看着并不关心东华帝君和凤九两人这出戏 实则是不想说话不想分神 免得错过了要紧的过程 哲言因此也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白珍旁边的话译倒是个藏不住心思的神仙 此时此刻的话译心想要看好戏 因此一双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凤九和东华帝君 一脸期待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一场夫妻大戏 相比于话译来说 吃吻倒是依旧翩翩公子淡然的模样 品着刚刚白珍上神滴过来的茶 一边闻着茶香 一边弯着嘴角似笑非笑的模样 吃吻旁边坐着的便是莫冤上神和少婉 这两人性格太过迥异 莫冤上神在听到凤九的话时 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笑意 随后又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少婉一脸看戏的表情比起话译那是有过之无不及 甚至相比于话译 少婉脸上更添了一重得意 毕竟如今这场面 自己简直是功不可没 少婉简直得意极了 少婉身边则是叶华和白浅 叶华同莫冤上神一样 是一个极不容易展现自己情绪的神仙 此时此刻的叶华只是在专心地看着白珍煮茶 时不时地眼神飞快地瞟一眼 东华帝君和凤九 叶华身边的白浅则是全神贯注地盯着东华帝君和凤九 倒不是想看戏的表情 而是因为白浅知道因为失忆的事情后来引发的 一系列是让白家这个小狐狸受了多大的委屈 吃了多少苦 作为姑姑 白浅的心思和白珍一样 并不想看戏 只想知道当时东华帝君是怎么想的 知道了帝君的真实想法 也好歹算是对白家人的一种心理慰藉吧 折言端作者看了一圈众人 每个人神情不一 但都对东华和凤九两人的事情有所关注 而在折言上 沈左边作者的连颂此时此刻 却是头也不抬地疯狂喝粥 连颂身边的成语更是没好气地瞪着连颂 连颂心里苦呀 一边是帝后笑里藏刀的逼问 另一边是东华帝君直截了当的威胁 连颂没得选啊 能怎么办 连颂在被凤九问的时候 脑子飞溃地过了一遍 凤九如今怀有身孕 且自凤九和东华帝君劫后余生之后 东华帝君更是将凤九看作心尖尖 若是自己让帝后不舒服 那东华帝君一样会让自己不好过 索性还不如得罪东华帝君 凤九向来心软 以后东华帝君若是真的要收拾自己 凤九还能帮自己说说情 别人的面子东华帝君自然是不会给的 但若是凤九 那就是动动手指透的事 连颂心里下一盘棋 觉得自己的想法简直完美 找不到任何扩展 于是心一横 便说出了那番话 然后又被少婉说破 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连颂千算乱算也没算到 一早便有些神游太虚的少婉始祖 在听到自己说当初给帝君送药的事情之后 竟然回神这么快 不仅如此还火上浇油了一把 连颂心里能不苦吗 现在连颂不用抬头就能感受到东华帝君的眼神了 哪里还敢有什么表情 屋外扬越来越丰盛了 东华帝君被自己的小狐狸反江义军 自然是要好好教训一番今日的始作俑者的 因此东华帝君此时一双眼睛 炯炯有神地盯着连颂 一边盯着连颂一边在心里想着如何回答小狐狸 凤九看东华帝君盯着连颂不放 想着连颂也着实可怜 于是开口道 夫君 你干嘛盯着连颂啊 别看他了 先来回答我的问题 东华帝君尴尬的一笑 然后又一脸温柔地盯着凤九道 这周里自然是有东西的 凤九 是什么东西啊 东华帝君眉毛一挑 道 是为夫我对夫人满满的爱啊 为人性匹丹加剧 欲不惊人死不休 这句凡间诗圣的诗句 若说描述凡间有才学的人 实在是有些杀极烟用载牛刀的意味 但若是放在东华帝君身上 那真是恰如其分 东华帝君话音刚漏 就听见扑的一声 众人立刻将眼神聚集在源头处 夜华天君 之前众人的反应中 夜华莫冤最为淡定 可东华帝君这话一出 夜华倒是反应最大 就连一项爱玩爱闹的少晚 都没有夜华的反应大 夜华方才喝了一口茶 还没品入喉 就被东华帝君那句话给精地喷了出来 连颂低着头吃粥 因此脸离桌面最近 因此收到的夜华君的茶水洗礼也最多 连颂此时此刻整个身体僵住 脸上不时掉落一两颗茶珠 夜华尴尬地说道 三叔 抱歉抱歉 我实在没忍住 连颂依旧僵着身子 慢慢做指 从自己的袖子中取出一方思怕 呆呆地擦着自己的脸 口中说道 无妨 无妨 凤九见场面已经如此 也不好再继续追问 毕竟是洪荒尊神 自己还是要给帝君一些颜面的 因此凤九鸣嘴一笑 道好吧 这句话我暂时收下了 以后再算 凤九说完 将头伸过去 东华帝君瞬间高兴地用吊羹咬了周围给凤九 二人之间的夫妻大戏算是告一段落 凤九在心里嘀咕 这次又让东华混过去了 这世上 不爱说话的男人总是欣喜 从头到尾都不怎么说话的 吃吻方才问连颂是否要 吃糕点的话就间接地引起了方才一的一系列场面 如今这句话 更是让连颂立刻尴尬起来 吃吻瞧着连颂 突然说道 三殿下的帕子上是莲花吗 众位尊神的眼光再次被吃吻这句话 引得看向了连颂 连颂这边则是立刻收起帕子 尴尬地说道 来范英谷随便拿的 吃吻道 这么随便一拿就拿到连我听说 成玉元君便是摇池仙子 掌管着摇池的莲花是吗 成玉此刻连以惊鸿的能掐出血 心里暗自溃叹 自己好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怎么今日如此慌乱 连颂被吃吻这么一调侃 瞬间恢复了神志 一反击 正要开口 便听见门口传来一个 非常细腻柔和的女生 就像她一样 一般 唯一